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我们的第一章的练习啊 然后我们滚动我们的鼠标中键啊 让他往下线 好 我们来看题目 请做出下方一样的这个表格啊 我们来看这个表格首先呢 第一个它是一个合并单元格 合并单元格 在这里 合并并集中 这个工具是使用频率相当的高的啊 相当的高的 我们做这个表格的话 首先我们就是就需要输入我们的数据啊 输入我们这个字体 那输入字体呢 我们可以更改我们字体的这些格式 在哪设置呢 就是在我们字体 这个呃 工作区内啊 命令区内 那看首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更改我们输入的这些字体啊 有很多 然后呢 这里呢 我们可以更改我们字体的大小 然后这个是增大字号 这个是减少字号 这个使用的前提是你选中了一个单元格啊 选中一个单元格 大家看啊 这个就变大了 然后点击就变小了啊 这就是变大字号和变变小字号 这个呢 是加粗啊 我们点击看一下 这个冰箱这个字体已经被加粗了 再次点击的就是取消啊 这个是倾斜啊 大家看倾斜 这是加下滑线 大家看这里呢 已经多了一个下滑线了啊 可能不太明显 那这个呢 是给我们这个表格 或者说单元格加边框的啊 这个是加边框的 有很多边框这个模式可以啊 单个进行加 也可以呢 全部所有线框啊 让他添加 比如说我们选中这些单元格啊 点击鼠标左键按住不放进行拖动啊 框选就可以选中我们的单元格 然后呢 点击所有线框啊 大家看这个线框就被加进来了 我们想撤销的也可以点击这里的 撤销按钮啊 撤销按钮就回撤了一步 或者呢 按他的快捷键Counter加Z啊 字母Z Counter加Z 好 当我们不想输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按ESC退出 也可以呢 按回车结束我们的输入 这些呢 都是一些基本的这个电脑操作啊 电脑操作啊 就不再细致的讲了啊 大家可以一一的试验一下 那这个呢 是我们填充颜色啊 给这个单元格添加一个背景色 大家看 我还没有点击的时候啊 把鼠标放到某个颜色上 那我们所选的这个单元格已经有预览了啊 大家看 假如这里没有你喜欢的 你也可以点击其他颜色啊 这里颜色就多了啊 这里颜色就多了啊 你可以任意选择这个点 当然很少用 很少用啊 然后这里呢 是字体的颜色啊 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输入的这个文本啊 设置它的颜色 一个是背景色 一个是前景色 这就是字体 它要设置的一些格式啊 设置的一些格式 好 那我们把这个字体这些工具啊 来运用一遍啊 就是做一下跟下面这个一样的这个表格 那么首先呢 我们需要输入这个文字 我们首先输入第一行这个文字了 我们刚才说过 这是一个合并单元格 所以呢 我们需要按住鼠标左键 拖选啊 选中这几个单元格 点击我们的合并单元格啊 合并并居中 哎 我们就已经输入进来了 然后我们继续输入 把剩下的文字输入进来 名称 好 我们已经输入完成了 我们开始设置它的格式 首先我们需要更改它的背景色啊 更改我们这个表格的背景色 这个合并单元格的背景色 刚才我们说过了 在这个字体的 这个就是设置它的背景色 我们点击下三角复号 给它添加一个淡黄色 相近的颜色即可啊 淡黄色 然后下方这是深黄啊 我们选中它 选择我们的深黄色啊 给它添加一个深一点的黄色 然后这个电视到这个空调 它也是淡黄 好 还有我们这个边框还没有添加 大家看这里是有边框的 对不对 我们需要给它添加一个边框 这里选择下三角复号 所有边框啊 或者说所有框线 那我这个边框呢 我们就已经添加好了 那这里还要注意一点 我们字体大小 大家看是不是不一样啊 字体大小是不一样 然后我们需要全部选中我们的这些字 让它小一些 我们可以点击缩小字号啊 让它看起来跟这个差不多大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看这里呢 这个字体相对于我们整个单元格来说 它是居中的啊 居中的 这用到了我们这个对齐方式这里面的工具了啊 这是水平啊 这是垂直方向的这个对齐方式 一个是最上端 最下端 还有最啊 中端 还有最下端啊 然后这个是靠左 居中 靠右啊 这几个呢 用的比较多一些 我们用这个名称啊 用这个名称来演示一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单元格调宽一些 我们把鼠标放到这个啊 行号的这个间隙啊 这个间隙上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啊 就可以调整这个行的宽 然后我们以这个名称啊 这个单元格来做一个实例 比如说让它跑到最上面 中间 最下 啊 大家看这是垂直方向进行调整 然后我们再来看水平方向 这是左对齐 目前已经是左对齐了啊 这是 居中 靠右 啊 我们选择两个居中 它就跑到啊 正中间了 好 我们把这个 呃 行呢 再调窄一些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数据的全部选中 我们让它全部垂直居中和水平居中 水平居中啊 那我们这个数据基本上就 啊 输入完成了啊 那这个表格呢 我们就制作完成了 对了 还有这个字体 我们需要把它变成红色啊 选择下三角 选择红色啊 把它变成红色 而且呢 还需要加粗一下啊 让它看起来跟这个一样嘛 好 大家呢 练习一下 本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关于课课题及笔记呢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管家课堂 在公众号里回复 Excel 2016 即可免费获得我们的课课题以及课程笔记 感谢大家的支持